高丽菜马铃薯分黄肉及白肉两种,黄的较粉,白的较甜。 马铃薯要选没有破皮的,尽量选圆的,越圆的越好削。 起皮的马铃薯又面又甜,适合蒸着,炖着吃,表皮光滑的马铃薯比较紧实,脆,适合炒土豆丝。 过大的马铃薯可能是生长过时的,纤维会比较粗。 生菜挑选生菜时,除了要看菜叶的颜色是否清绿外,还要注意进步。 金色带白的才够新鲜。 越好的生菜叶子越脆,这个用手掐一下叶子就能感觉得到。 而且叶片不是非常厚,叶面有幼的光泽度,如果在叶子的正面滴上一滴水,水滴是不会花开的。 在叶面有断口或者褶皱的地方,不新鲜的生菜会因为空气氧化的作用而变得好像生了锈斑一样,而新鲜的生菜则不会如此。 茄子茄子茄子是指茄子的鳄片与果实连接的地方,这一白色略带淡绿色的带状环。 一般茄眼越大,茄子越嫩,茄眼越小,就越老。 挑选时还要注意,茄眼要密合,切开里面就会白白嫩嫩,口感较香软好吃。 另外,茄子外形只挺有弹性,表皮颜色会暗,事先嫩好茄子。 花椰菜花椰菜不但可以提高免疫力,也有抗癌功效,是健康养生的食材。 食材新鲜其营养成分就越高,更能提供体健康元素。 选购花椰菜时,花球颜色越浓绿,表示日照充足,营养价值也越高。 花蕾越细而且没有变黄或黑点,表示鲜度较佳。 新鲜的西兰花菜经底部应该是淡绿色带白,不会有变黄,发黑或太干燥的状况。 胶瓜可捏一捏,如果发空,发软,说明已经老了,也可用手指甲掐一掐,指甲硬掐过的地方为绿色,并好像有水要流出的较嫩, 若指甲掐过的地方为黄色,发干的,就是老的。 芹菜市场上的芹菜分清芹和西芹。 清芹味浓,西芹味淡,口感较脆。 不管那种类型的芹菜,叶色浓绿的不宜买。 因为叶子墨黑,说明生长期间干旱缺水,生长迟缓,粗纤维多,口感会很老。 选购芹菜时,耿部仪太长,20到30公分为宜,菜叶翠绿,不枯黄,菜耿粗壮者未佳。 还可以捏捏筋的根部,空心的发软,食心的硬食。 后者吃着更加香脆。 芹菜新鲜不新鲜,主要看叶参是否平直,新鲜的芹菜是平直的。 存放时间较长的芹菜,叶子尖端就会翘起,叶子软,甚至发黄起锈斑。 冬瓜冬瓜要选瓜皮深绿,花纹均匀,表面有层白色粉末的冬瓜,并且形体要饱满,表肉质较厚,比较好吃。 冬瓜体型硕大,一般家庭都是买切片冬瓜,可以用手按冬瓜的瓜肉,肉质坚实的冬瓜味加,分量重的通常水分足,肉厚,攘少,是好的冬瓜。 丝瓜选购丝瓜应选择鲜嫩,结实和光亮,皮色未嫩绿或淡绿色者,果肉顶端比较饱满,无庸肿感。 若皮色枯黄或瓜皮肝皱,或瓜体肿大且局部有斑点和凹陷,则该刮过熟而不能食用。 豆角在选购豆角时,一般以豆条粗细均匀,色则鲜艳,透明有光泽,子力饱满的为佳,而有裂口,皮皱的,调过细无子,表皮有重横的豆角则不宜购买。 青椒成熟的青椒外观厚实,明亮,肉厚,顶端的饼是鲜绿色。 未成熟的青椒较软,肉薄,饼成淡绿色。 新鲜的青椒在轻压下虽然也会变形,但抬起手指后,能很快淡回。 不新鲜的青椒肠是皱缩或皮软的,颜色会暗。 不应选肉质有损伤的青椒,否则保存时容易腐烂。 胡萝卜 胡萝卜要选外表光滑,没有伤痕,那种带有翠绿色叶子的胡萝卜最好。 放到手中有沉甸甸的感觉,形状均匀结实,体积不宜过大。 圆柱形的胡萝卜口感会烧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